先生老師 大家好 我們作品是龍天守護者 那我們的作品主要是以電刷旋轉盤 再送我們的橘色雷射功能 對 那我們跟以往的雷射比不同的是 我們雷射比 通常雷射比是以點狀 那我們經過我們機面上的加工後 變成線狀 再以三百六十度的旋轉 來達到一個擴張我們的虛擬效果 對 那我們內部還有一個光靈電子 光靈電子的話 主要的功能是在 像鳥躍密實時間主要是在清澈或是幫 那靠管上並不會做一個密實的動作 那我們在幫忙的時候 我們沒守護者就因為公明的口的原因 然後做一個平板的狀態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模擬 好 我們會看到 我們的現狀的臉色光 照射在我們的黑板上的時候 那我們在設置在濃圓之中呢 我們會把我們的現狀的臉色光 會掃瞄在我們的道府的末端 來做一個偵向的黑的裝置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的最後的模擬是 在我們移開手銀桶的光源之下 然後光源電圖會不會讓我們的濃圓 我們先走路層做一個停機 然後整片的停機這樣 好 那我們明顯的看到我們 我一戴手銀桶之後 我們能給走路層 然後來做一個停機這樣 然後再來我們往下看到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農田守護者的什麼機構部分 那我們首先我們看到這旁邊兩側 這旁邊兩側我們安裝的一個是 就是為了要奉獻農田守護者和農民 安置我們農田守護者的時候 方便用腳施力的一個裝置 那我們在看到這旁邊這兩側 我們這個裝置是可以是主要是 這個裝置 那我們可以依我們道府的生長工程 和調整我們農田守護者的高度 還有整個機制的問題 那再來我們看到上面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公尖守護者的 整個主要的電力來源 那我們主要電力來源是我們蛇的太陽板 而我們有考慮到陰天的情況下 陰天是沒有太陽光跟 但是有風 那我們就用風的這項特點 來做我們的風力發電 而我們風力發電是採用我們衝風球 衝風球主要的原因是 來自四邊發布的風 而產生出一個叫固定的電池 那在我們看到這裡的這個部分 這部分的內容暗示兩顆需電池 那還有我們的整個電路 它有一些主要的電路板都暗示在裡面 那它主要的功能是要組織 我們開門跟風力的產生出來的變化 那我們主要是希望打造出一種 安全服務度 而且是這種環保的影響區 那我想是我們的 我們可以收入的 以上是我們為精神社會的介紹 謝謝 謝謝 來吧